日本监狱究竟有多可怕 这是由一名日本囚犯自述而绘画出来的真实故事 如实还原了日本监狱极端可怕的行为 长期封闭 24小时监控 没有取卵设备 以及全员军事化管理 尤其是很多细小的规矩 能逐渐让人精神崩溃 比如见了预警要禁礼 睡觉禁止关灯 吃饭严格计时 甚至在牢房中必须保持盘腿而做姿势 一旦违反规定 等来的就是一段毒打 或者更长时间的单独囚禁 在这种折磨下 有人想自杀 有人想越狱 有人精神分裂 还有人一个月消瘦了40斤 一名出狱后的囚犯总结说 他们就是在一种无形的方式杀死你 在日本东京西南部的郊区 建有一座令囚犯闻风丧胆的山口监狱 里面关押着620名囚犯 他们的罪行并不算重 大多都是偷窃诈骗等谋财力罪行 涉及到害命的少之又少 但令人诧异的是 惩罚力度却非常胜人 所有囚犯都被集中管理 也就是说短期居留的囚犯 很有可能跟无期徒刑犯人同吃同住 监狱的布局采用了蝴蝶式结构 中间的躯干是狱警的管辖区 而周围的四片翅膀 则是囚犯们的关押区 听闻设置所的到来 监狱长一改往日冷酷的表情 并带领记者进行了有限度的参观 他自豪地说 山口监狱是日本少有的模范监狱 这里没有围墙 也没有瞭望他 就连牢房的窗户都没有防护栏 我们的宗旨是 唤醒囚犯内心的真善美 达到居留为福 改造为主的目的 另外监狱不仅提供豪华独立牢房 并配有马桶和淋浴间 而且每周会定期开展 烹饪绘画等转向课程 提高囚犯出于后的就业能力 就连打球跑步等运动 囚犯们都有充足的自由时间 听完监狱长的一顿吹嘘 乍一听挺人性化 就连阅历丰富的国际记者 都差点信了他的鞋 但越是大张旗鼓的正面吹嘘 就越有可能再掩盖背后的暴行 记者带着疑问 在探监结束后 采访了几名出狱后的囚犯 这时他才发现 在华丽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变态可怕的心 没有围墙和撩瓦塔 是因为囚犯根本去不了户外 狱警每隔半个小时 就会通过牢房的窗口仔细观察 甚至连洗澡都会一直盯着 而所谓的培训 吃饭和运动 其实是监狱军事化管理的一部分 就是为了洗脑和培养机械性操作 比如吃饭有严格的时间规定 听到口哨才能开始和结束 走路时 手臂必须抬高到与肩膀持平的高度 甚至连手指都不能弯曲 一旦违规 预警的电棍就会紧随而来 眼前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 就是日本山口监狱的受害者之一 他叫三本特林普 今年83岁高龄大 却被监狱折磨了整整47年 如今他的生活无法自理 而且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和幻想症 平时只能靠妹妹的照顾 苟延残喘 令人唏嘘的是 从初遇到现在 多年的牢狱习惯一直伴随他 他每天都会暴走五个小时 因为他的潜意识认为 不完成部署会遭到预警毒打 更令人心寒的是 特林普会刻意避开栏杆 闸门铁窗等还有监狱元素的场景 如果遇到塑料模特 海豹人物等元素 他还会习惯性的举手近离 每天吃完午饭 特林普都会午睡三个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 与其说他在休息 倒不如说是进入了自己的幻想空间 这里是他唯一能感觉到放松的地方 他会把自己幻想成天使 没有痛苦 没有煎熬 只有无穷的快乐 谈起特林普的案件 记者直呼天下情冤 他年轻时被凶手恶意指控谋杀了四个人 被判处死刑 但好在他的家人多年来不断申冤上诉 才勉强让他活到了案件重审那天 2008年 也就是特林普入狱的第47年 警方通过DNA匹配找到了谋杀案的元凶 这次特林普的冤案才得到平反 但悲惨的是 47年的牢狱山牙已经彻底毁掉了他的一生 根据特林普的回忆 一位漫画家勾露出了这段黑暗的日子 日本的死刑以绞刑的方式执行 而且执行前不会提前通知囚犯 早上8点 狱警会把毫无心理准备的囚犯带出牢房 10点前就能结束行刑 每天在位置中等待死亡 这让囚犯们倍感煎熬 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 就是竖起耳朵 聆听狱警的脚步声 如果不幸在自己的门口停下 那说明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有一次 狱警的脚步停在了特林普隔壁的门口 这位与他相处了30年旅友 在临死前跟他说了一句 兄弟别难受 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了 本来是欲有离去告别 但却成为了特林普一生的噩梦 从那以后 他便患上了严状的幻想症 更令人心寒的是 2008年当他得到身孕照雪时 他竟然不敢踏出房门 更不敢登上接他回家的车 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为了表达对家人的思念 47年的时间 特林普给家人写了3000多份书信 但遗憾的是 介于管控严格 这些书信直到他出去时 才交到他妹妹的手中 如今他的妹妹也已经70多岁 为了替哥哥身孕照雪 他终身为嫁 他每天都会帮特林普洗脚按摩 陪他聊天 他说哥哥脸上每露出一次笑容 都是他最开心的瞬间 与韩渊入狱的特林普相比 这个秀犯倒是幸运了很多 他叫沙奇马 今年23岁 作为一名在日本留学的法国人 他万万没想到 这座日本监狱几乎要他的小命 沙奇马因盗窃罪被警方逮捕 被判了6个月的刑事拘留 谈起自己的悲惨遭遇 他和他的妈妈都差点哭出了声 监狱采取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囚犯每天的吃和拉撒都被强行管控 吃饭时 他们需要遵守13分钟的原则 而且必须听到口哨声才能开始和停止 吃完后还得双手合十 齐声感谢监狱长的美食恩典 这还不够 监狱为囚犯制定了细致入味的动作标准 比如吃饭不能讲话 也不能看向窗外 上厕所必须三分钟解决 走路时双臂的摆幅需要与肩膀持平 甚至在牢房休息时 也得保持盘腿而坐的姿势 沙奇马被逮捕时正直寒冷冬季 牢房中没有取暖设备 囚犯们就只能抱团取暖 因为墙壁由混凝土浇住而成 所以室内的温度比室外还要低 沙奇马听不懂日语 无法跟他人交流 所以很多时候他只能一个人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防止囚犯自杀 牢房中24小时灯火通明 而且预警每隔半个小时 都会通过门口的小窗观察囚犯的一举一动 沙奇马很崩溃 因为在法国监狱只要保证囚犯不愿遇就可以了 根本不会像日本这样剥夺人权 甚至蹂躏人权 讽刺的是 面对记者采访 监狱方给出的回应却大相停静 他们说对待国际友人 监狱一向以礼相待 不仅不会限制人生自由 而且每天寿司烤肉和剩余片伺候着 还积极和法国大使馆联系 监狱假惺惺的回应 让沙奇马的母亲非常愤怒 因为自从儿子被逮捕以来 他从来没接到过大使馆的电话 就连大使馆的官员也没听说过这回事 好在他的母亲积极运作 甚至动用了媒体法院等国家资源 终于在沙奇马入狱的第134天 成功将他保试了出来 见到儿子的一瞬间 他的母亲泪如泉涌 曾经180斤的撞小伙 现在只剩下了110斤 根据沙奇马的次数 他入狱后的第一个月 由于经常吃不上饭 体重就骤减了40斤 更夸张的是 他已经四个月没洗过澡了 甚至连贴身衣裤都没换过 出狱后 沙奇马在家人的配偶下顺利回国 这一段日本监狱的黑色回忆 也成为了他终身挥之不去的阴影 最后问题来了 对日本监狱囚禁犯人的方式 你觉得是否合理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好了 喜欢本视频 就点赞关注和评论 牛太长带一件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